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疼之类的话 当然我并不否认蟑螂一定不咬人 但说那些被蟑螂咬过的人 其实大部分是被蟑螂的腿蹬到而已 仔细看蟑螂的腿 上面布满了尖锐的稻刺 如果你用力的去抓它 蟑螂拼命挣扎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被它腿上的稻刺扎到 感觉一阵刺痛 其实并不是被蟑螂咬了 而是被稻刺刺到了 接下来再说说 是不是蟑螂身上就一定很脏 一定有很多细菌和病毒 其实吧 一般情况下 家里的蟑螂身上 确实会携带很多细菌和病毒 但这些病菌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而都是来自你家里 垃圾时间一长就会长很多病菌 蟑螂爬过的时候 就会沾染到身上 甚至吃进肚子里 当然 我现在拿的这只蟑螂几乎没有病菌 因为这是我饲养的 很健康 甚至像贝爷一样直接吃下去都没问题 你信不信? 呵呵呵 开个玩笑 千万别逼我吃蟑螂 最后说一下 其实世界上的蟑螂有很多很多种 大概有几千种吧 大部分是生活在热带雨林 原始森林等野外环境里 这些蟑螂都是很干净的 有些可以拿来当宠物养 比如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这种蟑螂会像枝料一样叫 还有一种古巴绿香蕉蟑螂 是绿色的 非常漂亮 真正对人类有害的蟑螂 就是生活在人类家里的家张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比如美洲大连 德国小连 黑凶大连等等 称词也就几十种 我手里的这只就是著名的 惠妃的南方蟑螂 美洲大连 它现在被大量人工饲养 又来制作中药 当然 越遇到家里 也会给你带来不小的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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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